怎么挑出高级感的绣和红 原图呢在这里我们需要优化一下它的光衰减 就是四边边暗的啊 内景经常会有 那么这个片子太浮太白了啊 这个红色一般都比较沉 所以呢将来一点曝光 那么这里都曝过了 这里是高光的范围 接下来我大量剪掉了色阶的中间调 来追回曝光信息 因为这个脸部它需要高质感的光影过度 所以呢在这里的标准就是追到脸部的结构细节 在PS里面重组 接下来影调做好就是色调了 我们把这个红色背景啊 带点成记住这很重要 就是它里面其实是有黄色的 如果红太多 它往往会偏洋红或者蓝 其实是冷色 而我们所讲的这种纯红背景 是偏暖色的 接下来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范围缩小 找到背景的单独红色 找到它干嘛呢 两个目的 第一个是降低它的明度 来确保人物肤色和衣服的红 跟背景能够分 再一个呢就加一点点蓝色 让它区分于主体的 那么整个转档呢 一就是追回影调层次 找到人物结构 二就是校准红色的大基调 那刚才在PS呢 追回结构就是为了这一步 脸部的光影结构重塑 这非常重要 决定了这张片子的气质律服 大家看到呢 光影做好以后 不调色 这个基调究竟很好看了 转档只是定了大基调 所以呢 在PS里面关于色彩方面 我们需要曲线 精调 人物我希望它能够长一点点 毕竟是纯红的背景 那么现在呢 利用绿和红色 两根通道来构建纯色肤色 另外呢 利用RGB来调整人物曝光 盖映图层再次进入AC啊 将背景稍加冷色 并压曝光 使人物更加突出 那么来到最后一步 我们调开曲线 模式选柔光 把它拉到中性灰的状态 此时这种状态 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那为什么这么做呢 比如说我现在下压这个绿同道 等于说 夹阳红 它会来的特别的细腻 微妙 特别的好控制 很多小伙伴说 哎呀曲线太难控制了 试试这个 现在我在中调的RGB体量 等于说 脸部的光影过度 更加柔和啦 其中修图是一个 完整的体系和系统 而不是一两个方法 我是刘瑞 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了 谢谢